用毛毯捂住女孩,女孩当即便昏了过去,醒来时自己已经被关在了一间小黑屋里,四周漆黑一片,女孩满脸惊恐,她拼命地拍门呼吸,可不管她怎么叫喊,都没人搭理她,不知过了多久门终于开了,男人带着一张床垫走了进来,还带来了一些水和食物,女孩苦苦哀求男人放过她,可男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,直接关门离开,就这样女孩在漆黑的屋子里过了三天,另一边女孩失踪的事情,已经登上了报纸,警察经过大方面的搜捕之后, 却依旧一无所获,另一边女孩为了给妈妈报平安,祈求男人给家里洗一封信报平安,变态的男人怎么可能答应女孩的请求,他一把抓住女孩的头往水里安,还不停地给她洗呢,说她的父母抛弃了她,这天警察终于找到了男人,原来男人在绑架女孩时,被逼一个女孩看到了,于是警察搜查同款货车,才找到了男人,警察在搜寻一番后,确实看到了杂物,可他们不知道的是,女孩此时正在他们脚下的地牢里,就这样,近在咫尺的女孩,就这样被生生的 错过了,从那之后,男人每天给女孩洗脑,她还在地牢安装监听器,防止女孩搞小动作,也不停地通过监视器,不断地向女孩重复,服从我服从我服从我服从,这个女孩太可怜了,她被男人囚禁在地下室,不仅要遭受身体上的折磨,还要遭受男人精神上的折磨,女孩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去 她试图用牙膏涂抹在手上,假装成烫伤,祈求男人送她去医院,可这种小脊梁根本就骗不了男人 男人除了不让她喝水吃饭外,每天还会不断地对女孩进行洗脑,四年后,女孩长大了,但她也依旧没有要忘了要逃跑 她一次次地向监视器表示自己的抗拒,成功激怒了男人,直接对她断水断湿 没过多久,女孩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大一梦,男人觉得恶心,让女孩去洗干净 失购五年,这是女孩第一次走出地牢,为了防止女孩逃跑,就连洗澡时男人都在旁边盯着 第二天男人的母亲发现了她身上的长头发,妈妈以为儿子恋爱了,还不停地追问儿子 为了更好地隐藏女孩,男人直接将女孩的头发给剃光了 圣诞节这天,男人给女孩送了一个随身厅还有几本书,女孩开心极了,不停地向男人道歇 男人见此情景,抓紧时机便被女孩吸纳,甚至还给女孩起了新的名字 这天晚上男人终于忍受不住了,她将女孩绑在一边,便开始对她动手动脚 完事后男人奖励女孩去草地上走走,这是女孩第一次踩在软软的草地上 外面新鲜的空气,让女孩再次坚定了自己要逃走的心情